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David Sir 現在是2019年12月1日 昨天到今天 其實相當之傷心難過 因為香港 過了一段短時間的平靜之後 又再來倒路 破壞 集會 拉人鏈 最令我覺得傷心難過的是 我剛剛看了一段片 華記有出 芒響編輯部有出 我在這裏都要向大家呼籲 如果你遇到暴徒 千萬不要單獨行事 今早到今晚 有三場活動 兩場在香港 分別在愛丁堡廣場 遮打花園、集會和遊行 大家千萬要小心 下午到夜晚 九點的時候 就在尖沙咀洪陷的 那個範圍裡面 也都會有人 在急渡遊行 大家千萬不要跟暴徒 起爭執 因為今早凌晨的時候 有一段片我看了之後 我真的眼火爆 心情馬上跌到谷底 非常難過 那芒響編 也都在他的社交媒體上 去勸喻大家 我在這裡也有責任 跟大家說兩句 他那一段文章是這麼寫的 他說今天早上封傳一名市民 清除路障的時候 被暴徒狠狠重擊 各位朋友 明白大家看到暴徒四處破壞好氣氛 但是切記切記 不要單獨行事 你不要覺得兩三個人都很安全 一定要有警察在旁邊才行 最好有警察在附近的時候 才動手清路障 這是我奉勸大家的 不要自己一個人 而且晚上非常危險 人必須要夠多 千萬不要以氣用事 冷靜處理 不要衝動 更加不要跟暴徒靠近 如果暴徒靠近你的時候 請馬上離開 一切以安全至上 華記也是這樣說 我覺得 我們這些Youtuber 一定要把事實呈現給大家 還有勸喻大家 不要衝動 我們要保衛香港 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 我們真的好像華記這樣說 將這位暴徒承之於法 我覺得連拍這條片的人 都要承之於法 在畫面上出現的所有暴徒 都要承之於法 因為 好像芒向這樣說 他們是人渣 大家小心 我們面對的是人渣 所以 自己安全最重要 我先說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